再來看台南市北區北華街 有一個空地 現在去一棟十二站樓館的大樓 在今年八月開始 附近的民眾就發現說 他們自己的房子開了 四月找什麼 電動後是越嚴重 台南市港部局鑑定後 確定說有危險 早也已經要求 上升天降 也已經貼在十一號的民眾 今天在建案基地旁邊的宵航啊來 有幾個去用鐵里的民眾 賺到他濕 趕緊回家來拿新外用品 但是上小看 他的家不只出現分析 甚至門口的門條都撲開 祖候是自己受到鑑鑑建的影響 他這麼多了啦 我這麼多了 你說他這麼多了 你四十六百了 二十五百了 要怎麼樣 我比較多 比較多 這個抗地兩千空二十二年四月地開工 五個兩千空二十六年 二月吹完工 要現金地下兩樓 地上十二樓的 自家設的租貸 但是附近的租貨 神奇是六修發現 他們的房子有落落 甚至又蓋起 不過在南市港部局 先前派完鑑棄所都沒有狀況 這房子四月三號大地下 發現又比較嚴重 在南市港部局是在土鑑棄 發到港地的地下水棧 他屬出現比較嚴重的墨水 重新房子蓋起 十一號是民營業者停工 並且乎乎鑑定在附近十一號的租貨 目前臨房電腦偵測有些危情 目測看不太出來 路面有小凹陷 以緊急填補 目前出估影響不大 會稍微影響工期 會持續觀測 北區區公所統計的需要鐵里 載一號二十三人 不過其中三號是空廚 一號是宜青 兩號 因為有錢而已 被車騎機受影響不大 肯定不要鐵里 另外五號十五人 實在押安地到門店去 厚秀建築除了的觀眾 穩固地基 也表示會遵守幹部教的姿勢 不想比這人 另外祖候的損失 就要留待厚秀的討論 記者文進粉 蘭博德 然後...